大家好,我現在要為各位介紹的是多功能防身管罩 目前人口老化現象已成為開發中或開發國家常見的問題 那隨著高齡社會時代來臨,衍生出來的老人安全性等問題也相當多 例如野狗攻擊老年人的問題 目前許多國家對於流浪狗並沒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措施 所以野狗攻擊人的新聞層出不窮 而藉此,本團隊認為有其改善之必要 因此老年人常使用一支豬武器具拐杖上面進行創新設計 讓拐杖除了有豬武行手功能之外,還具有防身的機制 那以下為您介紹的是創作之特點 第一,利用狗的聽力敏銳這項特點 在拐杖上面裝置高音調整聲波、發送器 或者是狗的天敵的叫聲 發出聲波以後退野狗讓牠們不敢接近 再次操作產品 首先,先按下上面黃色按鈕 就會發出聲波 那第二點 如果我不法利用聲波、嚇阻時 則利用電極功能 利用通電時接觸物體所產生的電流 電極聲響來驅禮野狗 再次示範這項功能 拐杖下方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之後,拐杖前方會釋放電流 聽聲響去野狗 第三點 本創作在拐杖上面增設了會發光的警示器 能夠確保視線不明情況下 車輛注意其目標 那拐杖上面有一個 黃色按鈕後面有開關 可以使LED燈熱斷變化 那後退之後,再按再按鈕 LED燈就紫色了 謝謝 謝謝